這條路線由桃園的中壢火車站 一路連接到了台灣首要的交通樞紐 台北車站 不僅縮短了城市之間的距離 讓人們更加便利的往來與兩地之間 更是一個國家向世界展現其現代化 便利化的重要標誌 這條路線未來的總長度 將達到驚人的53公里 是台灣目前最長的捷運路線 國際機場可說是一個國家的門面 而在台灣 桃園國際機場交通往來主要的首都 台北地區可說是咫尺天涯 因此咱們這部影片的主角 桃園捷運機場線就此誕生啦 在這部影片中 我們將一同來了解 這條捷運線的建設背景 運行情況 以及對當地居民和旅客的影響 桃園捷運機場線是桃園捷運公司 目前所營運的唯一條路線 屬於高運量的捷運路線 路線代表的顏色為紫色 而代號為A 目前桃園捷運還有在規劃其他路線 那我們今天就不贅述 將主題著重於機場線 這條路線由桃園的中立火車站 一路連接到了台灣首要的交通樞紐 台北車站 不僅縮短了城市之間的距離 讓人們更加便利的往來與兩地之間 更是一個國家向世界展現其現代化 便利化的重要標誌 這條路線未來的總長度 將達到驚人的53公里 是台灣目前最長的捷運路線 也因為往來的距離較其他捷運路線長了許多 因此最高運運速度設計也到達了100公里 這條路線規劃由台北車站行駛至終點中立站 目前移通車的路段只有台北車站到老街西站 而機場第三行下站及中立站則仍在建設中 其中在機場第一行下、第二行下及機場旅館這三站 因為位於機場範圍內 因此可以免費乘車 路線的音樂方式有直達車以及普通車之分 但比較可惜的是 在未來中立車站通車後 直達車因為系統不合的問題 罪人只會行駛到環北站 想要乘坐機接到中立車站的旅客 欸...拍謝啦 還是請你轉搭普通車唷 在1990年代初期 迎中山高速公路交通用色 又加上台北市與中正國際機場之間 只有客運作為相互連結的大眾運輸工具 使得旅運時間延長 進而促使當時的台灣省政府 開始規劃機場捷運線 1993年新交通捷運公司 提出了從松山機場到中正國際機場的捷運路線方案 但審查未有結論 1996年政府決定採用BOT模式 新建中正國際機場連外捷運系統 並由長生國際開發公司 贏得了30年的特許經營權 然而由於長生公司財務的問題 項目進度多次延遲 最終導致BOT模式失敗 長生公司解散 中華工程公司原本被考慮接手 但由於路線規劃等問題 最終也放棄了承接 2002年政府決定收回民間新建營運權 改為公務預算、自行籌劃新建 起義站由原本長生公司規劃的西門站 改為台北車站 鑽點站則因拆遷了問題 而僅規劃到環北站 同時取代了藍線的路段 合併到了這條機場線 路線重新評估後 政府放棄了原先的捷運系統設計 該採用鋼輪鋼軌系統 然而施工期間遇到了許多困難和挑戰 包括投標廠商的退出 路線安全問題的質疑 以及路線改變對工程進度的影響等 因此通車的時間多次延後 此外,在2009年 交通部打算將這條捷運路線 交由咱們台灣大名鼎鼎的便當台鐵局營運 但因為政府的要求而發生了變化 最終捷運評估 要嘛台北捷運公司接手經營 要嘛就是桃園縣政府成立桃園捷運公司經營 在2010年時 行政人通過路線延伸至中立車站的方案 行政人老街西及中立車站 才變成現在的中立段 根據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的努力爭取 目前計畫在新北市新設二重站及溫子郡站 這兩個站點的可行性研究 已於2017年提交交通部 雖然這兩站在初步規劃中期已經被討論 但由於通車時程的壓力 並沒有納入第一期工程 但溫子郡站的位置 已經預了較寬的高架橋墩施工點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指出 這兩站仍在可行性研究評估階段 具體的發展時間尚未確定 將根據中央政府的審查進度而定 前面有提到 這條路線的營運方式 有直達車以及普通車之分 普通車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區間車 是每一站都會停下來載客的 而直達車行駛的區間僅有台北車站 至機場第二航下站 途中停靠五個主要車站 大大縮短乘車的時間 在尖峰時段 直達車也會增停高鐵桃園站 及環北站 以舒緩旅客人潮的壓力 所有列車的班距 皆為15分鐘一班車 營運時間與台北軍相同 都是早上6點營運至晚上12點 機場線目前使用的列車 是由日本傳奇重工程照的 1000型普通車及2000型直達車 普通車目前有20列列車 還有4列沒有交車 列車每4節為1列 直達車目前有11列列車 還有6列沒有交車 列車每5節為1列 也因為要應付台灣奇葩的地形 因此列車設計每節車廂都是動力車 又因為主要客群是來往機場旅客 因此車廂上設有行李架 同時也有免費的Wi-Fi AED設備及充電座 在直達車廠更是有摺疊桌 車廂內整體採用路線顏色設計設計 此外機器也有提供貼心的 預辦登機及行李託運服務 目前設置在台北車站 及新北財源園區站 旅客可以現在車站完成登機報導 並託運行李 就可以解放雙手爽爽搭車啦 未來預計在高鐵桃園站 也會新增這項設施 大家敬請期待吧 目前路線設置兩座機場 分別為青浦機場及爐竹機場 青浦機場位於領航站旁 是5級機場 為這條路線的主要機場 除了給普通車的車輛駐車及維修外 路線的行控調度中心也在這裡 而爐竹機場位置靠近坑口站 是3級機場 主要提供給直達車的車輛駐車及維修 機械使用的近戰音樂 與台北捷運較為不同 採用了較為輕快的作曲方式 而且還配合了不同的節日 分由一般版本、春節版本及聖誕版本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先來聽聽看一般版的音樂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至于春节及圣诞版的近山音乐与一般版的旋律相似 那我也不多做介绍 就直接让大家听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这次的桃园捷运机场线介绍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啰 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看法或是想要补充的吗? 底下留言 大家分享 我是河腾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们下方资讯栏连结